男友的聚会上 我终于见到了他臭名远扬的女兄弟 他打着大家都是兄弟的名义 和别人男朋友轻轻我我 拆散了一对又一对情侣 受害者们纷纷在我面前哭诉 受不了了 快去惩治一下那个汉子表吧 算是找对人了 我可是出了名的绿茶 汉子表还想和我斗 咦 跟培启交往小半年 我终于答应见他朋友了 其实在谈恋爱第一个星期 他就想带我见他兄弟 但是那个时候我军训被晒得去黑 总要给我点恢复期 我听说他的朋友圈里有位名人 云瑶 几乎兄弟圈里每对情侣分手 都是因为他 女生们甚至组建了一个群 复仇者联盟 第一个就邀请我加入 毕竟我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小绿茶 这种事情 我肯定不会让姐姐们失望的 我化了一个纯裕装 穿上我的战衣 宝宝你真漂亮 他们肯定要羡慕死我 说吧 培启就要来亲我 我下了一个躲闪 哥哥你能不能注意点 差点把我的妆毁了 培启立马假意打自己 对不起我的错我的错 他看到我和培启手牵手 瞬间拉着个脸 起子 咱们兄弟聚会 可不幸带女朋友啊 哥哥姐姐这傻表情 早知道姐姐不喜欢我 我就不来了 培启有些无语 直接就把我搂在怀里了 他大大方方 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认识 这是我女朋友 李念 他朋友开始起哄 妈的 你小子有这么漂亮女朋友 我要是你我天天秀啊 培启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这比杀了我还难受 听到大家都在夸我 云瑶被冷落了 就开始找存在感 起子你这就不厚道了 所难对女性的打量 我在背地里翻了个白眼 搞得他好像不是女的一样 培启把我搂得更紧了 本来就是我组的局 我带我女朋友 给你们认识你有什么意见 我看火药味有点重 想缓解一下 培启示意让我不要理他 我冲他挑了挑眉 那就抱歉了我姐姐 男朋友太爱我了 没办法 行了行了 咱们老规矩 有新朋友来 先拍照纪念一下 培启的兄弟们 倒是很热情 把我推到C位 云瑶不爽了 他走到我边上 把我挤开 那个兄弟脸色也变了 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把他簇拥到了中间 什么时候有这规矩了 我怎么不知道 培启小声逼过了一句 我心中冷笑 汉子表当然想要占C位啊 拍照时 云瑶伸手要拦我男朋友的腰 我眼尖看见了 和他换了个位置 姐姐 我男朋友的腰只能我摸哦 你要是想摸的话 摸你其他兄弟吧 云瑶善笑 妹妹你多心了 我和培启是哥们 现在他有女朋友了 连搂个腰也要被管了 他一脸期待的看着培启 似乎要等他做出选择 没搞错吧大姐 那可是我男朋友 表演谁不会呀 我扭头扑到了培启的怀里 哥哥 姐姐他好像真的讨厌我 他难道不知道 恋爱中的女生会有战友欲吗 呜呜 培启对我的意思心领神会 当即冲着云瑶皱起眉 你不要对我女朋友这么大意见 云瑶为了维持人设 不敢发火 只能把气往肚子里吞 小样 和我斗 你这汉子表的段位还低了点 拍完照就要入座了 我刚坐下云瑶 就让我站起来 那个位置是我的 我委屈极了 当然是装的 培启直接把要起身的我按了下去 你这么听话干嘛 给他惯的 我女朋友就坐这儿 云瑶脸气绿了 但是还是灰溜溜坐到我男朋友旁边 现在的座位是 我 培启 云瑶 培启给我加菜 云瑶给培启加菜 起子 多吃点 这段时间你打球都不利索了 熟料我的直男男友一脸嫌弃 你别加给我呀 筷子上都是你的口水 我还怎么吃 我被培启逗笑 看云瑶拳头都握紧了 我赶紧缓解气氛 对云瑶道歉 哥哥你态度好点 姐姐这么暖心 还给你加菜 不像我只知道吃 这位汉子姐姐 我对你好吧 云瑶被我气无语了 可能是第一次遇到个实力相当的对手 他慌了神 我也没想到 培启会这么维护我 看来也不仅仅是云瑶的问题 这主要还得看男人的态度 培启最近胃不好 我不想让他喝酒 云瑶非要让他喝 不是 起子你怎么回事 以前我们不是天天喝酒吗 还是说嫂子他 云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他的意思是 我不让培启喝咯 既然如此 我陪他喝 我起身的那瞬间 我注意到他的眼底闪过一丝阴霾 你个女的能喝多少 他的语气中带着轻蔑 我向他比了一个一 他笑了 就一杯 我 一直喝 二 所有人目光投向我 培启都觉得不可能 他们肯定想不到 我甜甜的外表下 藏着一颗巨大的胃 我的酒量遗传我爸 还没人喝得过我 云瑶很不服气 他觉得自己被挑衅了 下面就是两个茶姐之间的对决 他一杯 我一杯 酒过三巡 他醉了 我还能喝 他硬撑着没人拦他 都在拦我 云瑶你别跟人小妹妹喝了 你这不欺负他吗 培起的兄弟和涛 看不下去了 让我不要喝了 我男朋友也不让我喝 可是没有人关心醉醺醺的云瑶 我只是喝酒会脸红 但是很清醒 他是真的醉倒不行 姐姐 你喝不过我的 别喝了吧 一只受惊的小兔子 委屈巴巴看着培起 没有啊 我只是担心姐姐的身体 喝坏了怎么办 云瑶终于没绷住 恶狠瞪了我一眼 培起冲我摇了摇头 让我别理他 气氛有些尴尬 他兄弟们为了让云瑶不喝酒 换了个话题 哎 起子 我们一会去哪 培起问我累不累 我可是夜猫子 零点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我肯定不累 跟我商量后 培起说去KTV 去的路上云瑶一路亮亮呛呛 时不时往培起怀里倒 但每一次都被我男朋友 精准避开了 起子 我都醉成这样了 你也没想着扶我一把 可能是这一天的憋屈 让云瑶彻底爆发了 我冷眼看着他发飙 后面那么多单身的兄弟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男朋友扶 其心可诛 见培起一脸看怪物一样看他 云瑶失落地低下头 你有了女朋友 就开始冷落我了是吗 以前咱们搁几个一张床都睡过 现在为了个女的冷落我 一张床 我质疑地看向培起 要他给我一个解释 他长嘴就是说胡话是吧 我今天够给你面子的云瑶 你要是再乱说话 以后这个圈子有你没我 看这氛围不对 他的兄弟两头男 一边劝培起一边劝云瑶 哎呀哥他喝多了就这样 妹妹你也别往心里去 他就喜欢乱说话 我们都被开过玩笑 看来他们还挺享受 被开这种玩笑的 我低着头叹了一口气 哎云瑶姐真厉害 要是我有云瑶姐这嘴 我都谈好几十个对象了 我倒要看看我们俩谁先破防 据我所知 云瑶还没谈过恋爱 原因很简单 看着在男生堆里很吃香的女生 实际上都是他自己在苦苦维持关系 男生都是视觉动物 看云瑶第一眼可能就没兴趣了 也就这几个兄弟 不好好珍惜自己女朋友 天天跟他凑一起 他们不傻 只是很享受这种感觉 姐姐怎么不说话 莫非姐姐这么会还没谈过 哦莫 培起一脸欣慰的看着我 他兄弟拽了拽他衣服 你管管你女朋友 让他少说几句吧 这句话说的声音很小 但是我耳朵好 七 什么鬼兄弟 我心里翻了一个大白眼 云瑶并没有理我 而是让我们保持安静 他把手机拿到我面前晃 培起妈妈电话来了 都小点声 三 他觉得自己就冰来了 刻意开了免提放大了声音 阿姨对对对 起子跟我在一块呢 我们喝了点酒 您放心 我会照顾好他的 培起猛了 我妈怎么有你电话 看培起的表情 想必他也不知道 云瑶用了什么手段 他像一只心碎小狗 极力想撇清和云瑶的关系 我清了清嗓子 阿姨好啊 云瑶慌了 把手机捂在胸口 你他妈有毛病了 让你说话了 阿姨很疑惑 论了句谁在说话 云瑶急急忙忙把电话挂了 我对这个行为很不理解 但是在心里有一个初步的猜想 云瑶姐挂得太快了吧 我还想跟我未来婆婆聊几句呢 我冲他眨了眨眼 他不理我瞪了我一眼 此时的培起还在想 为什么他会有妈妈的电话 我还没注意大家表情变化 自顾自的说 云瑶姐真的好厉害呢 如果是我 我就不敢跟男孩子玩那么好 我一看到男孩子就害羞 更别说直接要到人家妈妈电话 好尴尬呀 有些人坐不住了 起身为云瑶讲话 培起 你管管你女朋友 为什么大家平时都好好的 今天突然就不愉快了 起子你确实 云瑶怎么也跟我们认识那么久了 你这不是有了女朋友 忘了兄弟吗 我这么绿茶 他们竟然不心疼我 心疼的汉子表 看来男生不是分不清茶 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有些失败 看来云瑶的小田狗还挺多的 不是那么好对付 这群男的 我只能说活该美女姐姐们跟她们分手 我要开铲车 把她们全部插出去 培起脸色不是很好 我只能拿出我的必杀剂了 茵茵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下次不会再来参加你们的饭局了 不会再破坏你们的关系了 说完我就跑了出去 我就不信培起不来哄我 等我到了楼下 假装在打车 培起在背后抱住了我 对不起宝宝 刚刚让你受委屈了 你不参加 我也不参加 咱们吃烛光晚餐去 我余光飘到云瑶也下来了 我立马转身在 培起怀里撒娇 我挑衅的看了眼云瑶 你有本事来和我抢男朋友啊 云瑶后曹牙都要咬碎了 培起也注意到了云瑶 但是她不想你 也没和她的兄弟们打招呼 让我上车 直接开车回家 车子刚起步 云瑶就倒在车前 还在装 我以为培起会下车扶她 没想到 培起直接绕过了躺在地上的她 这无意对她 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但是是她自找的 四 我跟培起回到家 躺在床上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反正我的脑子里 全都是怎么报复汉子表 哦对 我突然想到 我一晚上光顾着战斗了 没看手机 果然 一打开微信 群聊999家 我要从头开始看 姐姐们都在挨头我 李念怎么样了 是不是被气吐血了 我觉得念念的战斗力挺强的 没准把云瑶气个半死 李念呢 怎么不跟我会抱一下战况 咱们给念念点时间 我估计现在战况激烈 没手回我们 我发了一个1 都炸开锅了 死丫头终于回来了 我把今天发生的所有事 都一字一句的打了下来 我甚至给他们 模仿了云瑶怎么阴阳怪气的 我又是如何回怼的 群里吵得我眼睛疼 裴起在一旁很郁闷 你别玩手机了 安慰一下我受伤的心灵 我直接翻了一个大白眼 没人了我可就不装了 我被你的女兄弟 还有你的好兄弟们气死了 你怎么不安慰我 裴起立马怂了 给我垂背 什么叫我的女兄弟 要不是他们非要带云瑶 我根本不认识她 而且我话先说在前面 我跟她一点也不熟 跟你谈恋爱之前 我就没跟她说过话 我真的看她挺不爽的 我朋友里就因为她黄了好几对 我拍手叫好 黄得好啊 遇到那几个男的 算美女姐姐们倒霉好吗 这些美女最大的黑料 就是前任 哥哥说真的 我不太喜欢你朋友 我感觉他们也不喜欢我 他们要是真的给你面子 为什么维护云瑶 在挑拨离间这方面 我是有点东西的 要不怎么说恶人治恶人 我三观就不正 这他们绰绰有余 明的行不通 我就按得来 裴起犹豫了 但是看到我今天受了委屈 他决定插兄弟三刀 你三观这么正交的朋友 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要我说 下次咱们不带他们玩 经过我的一阵煽风点火 裴起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们总感觉 有什么事情没解决 哦 想起来了 裴起妈妈怎么有云瑶的电话 按理说他们也不是青梅竹马 也不是邻居 就是大学一个戏才认识的 而且是他兄弟介绍认识的 不应该连裴起妈妈电话都有啊 人难道还能变态到 不熟就存人家父母电话号码的吗 裴起越想越诡异 鸡皮疙瘩都上身了 他妈妈正好也打了视频通话过来 那就一起解决一下 我先不入镜在一旁补妆 他妈妈语气中充满了疑惑 儿子你跟云瑶吵架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聚会还带女生啊 人家不吃醋啊 妈妈不允许你做这种事 裴起更是一脸猛 我也听糊涂了 妈你什么意思啊 云瑶吃什么醋啊 我带的我女朋友啊 他妈妈彻底愣住了 过了十几秒才反应过来 儿啊 妈被你说猛了 你带的是你女朋友 那云瑶 我跟云瑶屁关系都没有 你听谁说了 裴起打断了他妈妈的话 他妈妈也觉得莫名其妙 我把事情来龙去脉 跟你讲一遍 那天我去你们大学 想给你送点妈妈亲手做点心 恰巧碰到一个女孩 我就问她认不认识你 然后她就说是你的女朋友 我当时还有点不相信 我儿子眼光这么差 她知道我是你妈妈后 就要我电话还说要来看我 就是这样 裴起冷着脸 亲亲都抱起来了 我感觉她想把手机摔了 其实我这个时候 在跟群里的姐姐们连麦 他们听到了这个瓜 一点声音不敢发 群里再次炸锅 我上前安慰阿姨 阿姨 你好 我是财师陪起女朋友林念 您别有压力 我们会内部解决的 我感觉陪起妈妈的眼睛亮了 我的天 闺女儿你长得真俊啊 真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气死我了那个骗子 我现在给她拉黑了 我本来还想说什么 后面手机却想得不停 我只能说先去处理一下私事 我一看又是999家 林念你快别让阿姨拉黑 我有个好点子 林念我们商量了出好戏 你先稳住你对象和她妈妈 我只好照做 我也想不出有啥制云瑶的方法 阿姨您先别拉黑 万一以后还有用处呢 陪起撇了撇嘴 她妈妈听了我这么说 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长叹一口气 吐槽自己被骗了 接下来长达一个小时 她的妈妈都在吐槽云瑶 五 我也是没想到 云瑶竟然背着陪起 做了那么多事 她经常独自一人 看望陪起妈妈 起初陪起妈妈还觉得奇怪 为什么不叫上陪起一起来 而且她的看望 实际上就是在陪起家里 蹭吃蹭喝 还躺在陪起床上睡午觉 她不让陪起妈妈 告诉陪起她来过的事 还说陪起不想公开 千万不要提 跟我们谈了很久后 陪起妈妈眼泪都要流出来 因为云瑶把祖传的手镯拿走了 陪起妈妈是不想给的 说事给儿媳妇留的 云瑶死皮赖脸想要 就以借来拍照为由 然后再也没有还过 不行 得要回来 这种下三滥的人 怎么能让她爽了 群里的姐妹听得不亦乐乎 云瑶这傻逼 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她的伪计呢 天啊 家人们水董啊 彻底睡不着了 咱们商讨计划吧 呵呵 这算什么瓜 你们不知道 她半夜把我男朋友 交去酒店陪她这件事吗 卧槽 还有这事 展开说说 一晚上大家都在聊钱男友和云瑶 陪起现在依然一爆炸 我都不敢轻易说话 暑假刚开始 我就感觉日子变得艰难了 明天还要打工 赚点小零花钱 我先睡了 姐姐们商讨计划 我只负责执行 六 我一大早起床化妆 陪起起得也很早 因为这是她实习的第一天 她不敢怠慢了 我先送你去吧 我不着急 陪起很快收拾完 在一旁等着我 行 我一会去旺达 陪起一口水 差点吐出来 你去哪 我也是在旺达实习 不对啊 你才大啊 这公司还要暑假工 我懒得看她 你别管了 我就在普通部门 正点外快 跟你们实习生不一样 于是我跟陪起一同前往公司 今天所有实习生开会 我混进去旁听 我看到个熟悉的身影 等等 别是她 好吧 就是云瑶 云瑶也注意到了陪起 屁颠屁颠跑过来跟她坐一起 她看到我也在吓了一跳 不是你个大二的也来实习 你配吗 陪起强忍着怒意 我抚摸着她后背 姐姐我不是实习生 我哪有你厉害吗 这么大的公司都能通过面试 我不行 我就打分暑假工 她轻笑一声 我看你也只配当暑假工 毕竟这个公司 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进的 凡事也要看自己是什么档次 反正我肯定是高档 陪起没理她 看都没看她一眼 她一直跟陪起搭话 旁若无人的 我咳嗽了几声 企业培训师注意到了 后面的那位实习生 我刚刚说的公司制度 你简述一下 她直勾勾盯着云瑶 云瑶还想嫁祸给我 我起身就走 她在门口偷偷看 我走了看你还嫁祸给谁 她磕磕绊绊 不知道在讲些什么 其他实习生在底下议论纷纷 我坐在外面静静等陪起出来 开完会 陪起前脚刚出来 云瑶就伸手搂着她脖子 起子下班打篮球去啊 她得意的看着我 我却很无所谓 我不是那种随随便便 就能被人拿捏的人 陪起刚要推开她 人事部经理 急急忙忙拉开她俩 刚刚讲的你们一个都没记住 在公司里 轻轻我我真当自己家了 不是说了吗 不允许有办公室恋情 还没转正呢 好好表现 我扑斥笑了一声 对她挑一个眉 云瑶立马撒开手 抱歉抱歉经理 下次不会了 原来这么汉子的人 还有害怕的呀 看我偷笑她 她走到我面前 在我耳边低语 你别得意 你别忘了 你连实习生都不是 换句话说 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 只要你在这个公司一天 我就不会让你好过 我更加觉得好笑 谁给她的勇气 我也回给她 姐姐 你是不是胃不好 味儿有点大 我捂住鼻子 她尴尬的咳嗽两声 狠狠的看着我 我独享一整个空调 我翘着二郎腿 吃着薯片 靠在软软的老板椅子上 本来想趴着睡一会儿 谁知有人连礼仪都不知道 也不敲门 直接开门就近 再一看啊 又是云瑶 她看到我后退了几步 确认了自己没走错 开始质问我 你怎么在董事长办公室 我还想反问她呢 一个实习生 怎么就随便进来了 先不说我怎么在董事长办公室 姐姐的礼仪一看 就是认真许过的 真的太棒了 我还没有见过 比姐姐更懂礼仪的人捏 汉子姐生气了 把报告直接甩在桌子上 姐姐态度不要这么好啊 妹妹会多想的 她的嘴角开始抽搐 理念 哦我懂了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 人家是董事长 你是董事早吧 我服 我以为我在这里 开着空调吃着薯片 已经够明显了 可她智商就这么高 总是把人想得很美好呢 姐姐说什么就是什么 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懂了 你懂个屁 你是懂姐 气 暑假已经过了大半个月了 怎么公司没传出点绯闻 我打听了一下 汉子姐万人闲 都在排挤孤立她 哦不 是她凭一己之力 孤立所有员工 在学校跟班上男生混搁吗 大姐 你职场上 还想跟人家男员工混搁吗 你心够大的 别人早把你卖了 我恰巧经过开水间 听到立马有叽叽歪歪的声音 出于好奇 我透过门缝 想看看谁在里面 又是汉子姐 还有我男朋友 她偷摸摸地说 起子我跟你说 你女朋友啊 真不是好东西 话还没说完 裴起把她衣领拽了起来 你他妈是不是以为 我真不敢打你 云瑶冷汗冒出来 不是 你听我说完 我经常看到 她跟董事长勾肩搭背的 她还能随意进出 董事长办公室 我估计啊 理念就是她养的小三 我跟你打个毒 你信不信百分之一千 裴起不相信 没想到云瑶还偷拍我了 她把照片拿出来 给裴起看 裴起有些动摇了 但还是不相信 她再次拽起云瑶衣领 你他妈别给我造谣 要不然我真打你 早看你不爽了 云瑶吓得一哆嗦 这哪是汉子表意料之中的 这时我身后有人拍了拍我 念念你看什么呢 我回头一看 老黎啊 吓死我了 我一会儿给你讲八卦 老黎出于好奇 也谈了谈脑袋 哎我知道这个实习生 啊 这云瑶这么有人气 我爸都知道了 你们还有交集 他拿出手机 把和他的聊天记录给我看 诺 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方式 加到我了 想跟我出兄弟呢 还装不是我们公司的 我调查一下就知道 他哪个岗位的实习生了 不是 跟我爸出兄弟 大姐见一个男的 出一个兄弟啊 什么都出 只会害了你 反正他实习期没通过 听得出来 我爸真的很嫌弃 但是我有一个好点子 爸爸 请你这个周末 务必抽空 来参加我的鸿门宴好吗 我爸听不懂 但是只要我开口 不管什么他都答应 爸爸 你继续跟他聊天 别戳穿他 有大大的用处 老黎叹了一口气 你个小丫头 就知道坑你爸 我只想说 既然还没有人质云摇 那我就第一个让他知道 社会的险乐 爸 我周末设了一场鸿门宴 宴请嘉宾有我的爸妈 裴起和他妈妈 裴起的假兄弟们 还有姐姐们 也就是假兄弟的前女友们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的女主角云摇 我肯定不会亲自请他 这还得拜托我的起子哥 但是他最近情绪不好 我知道可能他内心动摇了 但是我想逼个大招 得委屈他一下了 哥哥知道你最好了 我要开party 你务必请他哦 裴起没有理我 过了一会儿才开口 我不请 我不认识他 爱谁请谁请 我知道他心有余悸 但是他又不问我 求求你了好不好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而且 这可能是你跟他 最后一次交流了 在我的糖衣炮弹下 裴起还是妥协了 晚上裴起去洗澡了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 手机一直在震动 这姐姐们又在讨论什么 我一看 不是我手机 是裴起的 起子 谢谢你还邀请我参加派对 我以为你真的要跟我 划清界限呢 说明你还把我当兄弟 其实我们一直瞒着你一件事 我在XX酒店等你 你来了 我就把所有都告诉你 你会明白 我的良苦用心的我等你 难不成还有什么天大的秘密 裴起不知道 我删掉了那条信息 但是我提前拍了照片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决定去一探究竟 我骗裴起我闺蜜失恋 我去陪他一晚 实则 我来到了那个酒店 我本想立马进去 给他个惊喜 但是我停住了 一种窒息感扑面而来 他给裴起留了门 透过门缝 里面不止他一个人 还有裴起的兄弟们 和一些我不认识的男生 他们像是在做一个交易 我趴在门口偷偷听 卧槽 姚姐还是你牛逼 那几个女的太绝了 有没有那个理念的资源 我看他长得不错 应该挺带劲 云瑶被男的夸得飘飘欲仙 那个小贱人的呀 等着吧 他的片我再整合一下发给你们 我还邀请了他男朋友 我这次势必要把裴起捣到手 我靠 这妖牛 你不怕裴起提刀来呀 他轻蔑地笑一声 男人嘛 喜欢什么都懂 我在门口气得发抖 我大概能猜到 他们在说什么 我因为生气 趴在门上的力度大了些 把门打开了 我惊恐地躲到了一边 云瑶发现了端倪走了出来 正好跟我对上眼了 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把我推到另一间房 就 你听到什么了 他阴侧侧笑 你 是不是用我照片 做什么恶心人的东西了 他的眼睛心红 我就像是一个猎物一样 是又怎样 我把你的照片 A而换脸了一下 对你又没什么损失 只是用了你照片 又不是真的让你去干 而且也不止有你呀 还有陪起兄弟的前女友们 我看他们 看得可开心了 还感谢我给他们资源呢 一阵恶心上头 我突然想起 为什么那场饭局 其中一个人 说新朋友拍合照是老规矩 原来别有用心啊 他们的用心 就是给女性找黄瑶 更讽刺的是 做这个事的人竟然是个女的 你恶心吗 你配做女性吗 她的嘴角带笑 让人不寒而栗 你知道吗 其实我料到你会来 所以我特意给你 准备了一个房间 她停顿了一下 既然你发现了 那你就逃不出去了 我的水就扑过来 让我喝下去 我跟她争执了一番 但是我的力气不如她 我拼命挣扎 却无济于事 渐渐的 我感觉很热很晕 我听到她对着门外的男生说 你们快来 你要的黎念来了 她自愿想服侍你们 她自愿的 哎呀 还有这种好事 云瑶你不愧是我们好兄弟 接着就是云瑶的奸笑声 我只感觉到一阵困意袭来 黎念 你不能睡呀 再次醒来 我在家的床上 我先检查了我的衣服 没有被撕扯的痕迹 紧接着我爸进来了 念念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一个人去酒店 那么危险 我看到爸爸瞬间安心了 我询问他 昨晚发生了什么 我爸爸昨晚的事讲了一遍 我爸在酒店餐厅里谈合作 恰巧看到我在等电梯 如果不是他看到我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那个云瑶没看到我 我是叫了服务员上去跟着你的 不影响你的计划吧 我突然想到了周末的鸿门宴 看来我还要家人了 既然你做出这种恶心的事 那就别怪我杀人猪心 十 我把我们被 做了A2换脸视频 被造黄瑶的事 告诉了群里的姐妹们 他们彻底是起了杀心 宴会上 姐姐们打扮得一个比一个华丽 看似华丽 实则暗藏杀鸡 李念啊 兄弟局 你带女的来干嘛 李念我把我男朋友妈妈 祖传的手镯拿走咯 李念既然我勾引不到你的男朋友 那我就想尽办法造你的黄瑶 几个姐姐拿我打去 我也反击 爱就喜欢看前女友的视频 姚姚真厉害 不愧是我们的好兄弟 说实话 我们被造了黄瑶 不但没有破防 反而嘲笑他们 就只有这点本事 裴启和他妈妈来了 裴启看到我邀请的人 瞬间就懂这场聚会的意义了 裴启妈妈拉着我的手 慈祥的看着 我越看越喜欢 我跟阿姨大致说了 下一会儿的计划 她表示非常愿意 加入这场战斗 我把姐姐们带到我的房间 他们这么美 怎么能让汉子表压轴出场呢 等我回到客厅 除了我爸妈 所有人都来齐了 我看到那几个熟悉的面孔 想到那天酒店事件 强忍着恶心 我放下了以往的绿茶姿态 索性不装了 以前天天叫她姐姐 还真以为自己设东西了 跟我叫嚣 她以为我怕她了 她很确信 我不敢告诉别人这件事 因为她觉得不光荣 我不会傻到 对外把这件 有损我形象的事说出去 所以她满眼都是对我的挑衅 起子 你怎么又带女的了 有女的就没意思了 玩不开 她的眼神里都是对我的霸凌 哎呀 起子原来你这么有钱啊 竟然住这么大的豪宅 裴起刚要说话 被我拦了下来 我一步步靠近她 老逼登 你看好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男朋友 这是我男朋友妈妈 大姐 你别在我家 跟我蹬鼻子上脸 快来感谢感谢你爸爸 我给你的大恩大德 才能让你见见失眠 平时一向都很乖巧的 我竟有如此大的反差 在场的都惊呆了 她张大了嘴巴 尤其是她的兄弟们 云瑶看到裴起妈妈慌了 她的慌抱不住了 裴起妈妈先开口了 哎哟 这不是自称 我未来儿媳妇的那位吗 阿姨不在慈祥 像是沈问一样 汉子表已经一脸猛逼了 但是她还在极力辩解 阿姨 全都是她 她指着我 都是理念勾引起子的 本来我跟起子相处的挺好 就是因为她的出现 一切都变了 她就是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 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 陪起勃然大怒 什么 放他妈的屁 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看着这形势差不多了 我在群里发了消息 开始行动 几位美女亮相 云瑶像是石化了一般 旁边的兄弟们差点没摔倒 云瑶好久不见啊 这么久不见 你还是这么见 云瑶支支吾吾半天 狗嘴吐不出象牙 她躲到几个男的后面 你们前女友 你们自己解决 跟我没关系 几个男的什么心理 我们能不懂 害怕事情败露了一个又一个 把锅甩给云瑶 跟姐姐们示爱 亲亲你听我说 我们分开这么久 我还是忘不掉你 如果你因为云瑶跟我志气 那我向你保证 我现在就跟她划清界限 云瑶瞪大了眼睛 满脸都是问号 看着眼前 一个个都开始甩锅道歉的男人们 我笑了 你们在我的记忆中 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云瑶反笑我 理念难不成你的丑事 你还要宣扬一下 哈哈哈哈 我们真的想嘲笑你 我冷哼一声 大姐 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吗 你造谣我难道感到羞愧的 应该是我吗 我直接拿起话筒 你这个贱人 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身为个女的 你为什么要拿我们的照片 A2换脸 散播这些色情视频 你造我们黄妖有理了 你还对我下药 想让你身后这群男的强奸我 大姐 你去 死 云瑶没想到 我会直接说出来 她一惊 裴起听到了这个事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然后猛地跑到厨房拿起刀 云瑶 还有你们这群 你们配射男的吗 裴起控制不住自己 冲上去跟他们干 我怕裴起出事 我让她把刀放下 接着 姐姐们都靠近各自的前男友 喂 姐的黄片好看吗 这么喜欢 看你妈的去吧 说着把高跟鞋脱了 砸她的头 另一个姐姐疯狂扇巴掌 贱男人 狗男人 戏狗 甚需公子多去死 男的被收拾得不轻 把他们交给裴起收拾了 主要该轮到云瑶了 喂 你们别这样看着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们想看的 你们自己感情不稳定 还怪别人了 我说别太厌女 这句话成为这场大战的导火索 一个姐姐抓住了她的头发 姐妹们 我控制住她了 快删 接着大家都扑了过去 呼吱呼吱 这几巴掌上去了 疼得云瑶挖挖直叫 呸 你个垃圾还厌女 你配做女的吗 你配做人吗 为了勾引男的你 他妈连自己同胞的窑都造 你都不配活着 场面一度失控 他被打得鼻青脸肿 阿姨推了我一把 念念 上 打他 加油阿姨看好你 云瑶在豪宅里四处逃窜 他的兄弟们 也被培起制服的五体投地 我薅着他的头发 左右左右来回扇他 我扔你很久了 我要把你往死里打 姐姐们都过来帮我 这一巴掌 是因为你媚男 啪 又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 你造姐妹儿几个黄瑶 啪 又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 为那些还不知情的姐妹把的 云瑶眼睛充许 嘴角也流出了血 你们不会还觉得 黄瑶能威胁到女孩子吧 你们就是一群小丑 我告诉你们 我们早就不怕了 我天生赤裸 思想不正变态的是你们 我看着倒地不起的云瑶 却一点都不解气 那个能不能让我也加入 我猛的一回头 妈妈 十一 你个狐狸精竟然敢勾引我老公 还跟我老公称兄道弟的 你要不要脸啊 真给女性丢脸 你妈怎么教育你的 就让你勾引有夫之夫 还有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我问你 这时我爸也进来了 云瑶彻底崩溃了 董事长 是是 是你爸 他错愕地看着我 不是我爸 难道是你爸吗 媚男姐 黄瑶姐 哦不三姐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我妈就上去收拾他了 又是几巴掌落在他脸上 我爸看着这残局摇了摇头 你都在学校学了什么 我告诉你 你会把你的事写入你的档案 我看以后还有哪个公司敢要你 你造谣我女儿的事 我们已经报警了 你就等着吃饱饭吧 哦对了 我想到了我邀请的重要嘉宾 是警察叔叔 大家快继续打 一会儿警察来了就打不了了 抓紧时间打死他 话音刚落 全军出击 所有人都参与了进来 直到警察来了 我们才停下来 这件事不是就这么算了 我们要维权到底 制作视频的造谣者 以及任何一个传播的人都跑不掉 一个也别想跑 全部都去坐牢 他们的手机里便是证据 云瑶见了不止一个吃瓜群 传播的也不止只有这些人 云瑶手机里都是偷拍其他女性的照片 她的用意很明显 这件事发酵得非常严重 受害群体很庞大 而云瑶并没有道歉 只有一句话 我不想赚钱啊 我只是想跟他们交朋友 我又是一巴掌上去 交朋友 你为了交兄弟无下限了 我告诉你 以传播淫秘信息罪 并以此获利的 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你的光荣事迹 在你的档案中也不会磨灭 你这辈子都完了 不仅是云瑶 那些男的也是一样的性质 所有人都跑不掉 我不会手软 我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就是造女性黄瑶的后果 原来造谣并不分性别 女的我也不会就这么算了 云瑶给我们下跪了 没有用的 她就是一辈子做我们奴隶都没有用 人就是这样 有一次还有无数次 最后经警察核实 云瑶性质恶劣被判十年 其余传播者判三年有期徒刑 事情告一段落 我并不觉得我被造谣是一种耻辱 我觉得是一种警示 我把事情整合发到网络 我不仅是保护自己 更是保护千万个女性 呼吁大家用法律的武器维权 这件事很快受到大众的关注 成为了热点话题 每一个正处在这个阶段的人 也同我一样开始反击这些行为 我的生活很快步入了正轨 下次让我帮你分担一点好吗 有什么事一定要跟我说 我身为你的男朋友 每次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裴其委屈地看着我 我感到很安心 也不止有你啊 还有千千万万个女性